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面讲此愿含如意 一者如日 诚献思云 不知宿名故 于善不尽 于恶不恐 乐到凡夫不是就这样吗 十善 戒乐威仪是好事 知道是好 不肯做 不会精进 探尘次慢 十恶业 知道这些不善 日日做不怕 这是什么 无宿命通 如果他真有宿命通 他就不敢做恶业了 为什么 善 有三善道的果报 做恶 有三恶道的果报 苦乐圆树太远了 就不敢 不认真学 万善下态 众恶造作 只为不知宿业也 这句话非常感叹 什么人 六道众生 佛菩萨看得清楚 他知道自己的宿命 也知道别人的宿命 古人 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 对凡夫说的 欲知 过去人 你想知道 你过去世 做作的是什么 今生 受这事 我们这一生的遭遇都是果报 前世做的业 这一生 来得的果报 欲知来世的 我们来世 怎么样 今生 作这事 我这一生 做的是什么 我这一生 所作所为 来世 果报 这一生 所受的 那些苦乐 是过去生 中 做的业报 这两句话 你如果真正听得懂 搞明白 你就心平气和 遇到什么困苦 艰难 你不会怨天由人 你会自己反省 自己改过自身 有没有作用 有作用 能将过去生中 做的不善业 减轻 可以将现前所受的缓和 那就是改造命运了 改造命运要靠自己 人家对你无能为力 要靠人来帮你改造命运 这是迷信 这是骗人的 佛菩萨绝不骗人 你们读了凡四分 你看云谷禅师 教完了凡的 那些开道 辽凡先生听懂了 接受了 回去医教奉行 真的 命运就改了 连寿命都延长了 原辽凡先生寿命 原本只有五十三岁 他明白之后 一生努力修善 积特 七十四岁走的 延寿二十一年 这是什么 知道命运的一个好处 人不知不得 现在我们看世间人 敢做恶 他不相信因果 不相信佛法 亦不相信古圣先言 心里面 只存着眼前的明文利养 无止境去追求 生活得非常辛苦 他欲望无满足的时候 到死后 堕落在恶道里面 后悔莫及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